请收看 慈悲灵感 王禅老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都听你在吩咖善心 为这样一路来的怀疑到连动到支持 到现在这样事业的一路都很顺利 当然你帮他帮忙是非常大 要感恩的是我们的怒座使者 怒座使者的天威实在 太好 太妙了 是 都一直说善心啦 那你本身呢 是不是有怎么会有 有说这样有事情 找路做 找师傅 来给你解忧呢 有 其实一开始入床问不过久 就是我刚生十二次正基班的时候 那时候我来身体就不好 在到甲状腺抗净 那时候在这个甲状腺抗净 我自己也没什么体格 因为女儿子都爱水 爱散 我一个月里面散十公斤很高兴 因为我们觉得 减肥成功 减肥成功 一斤鱼六万 我很高兴 不过那个时候 也是很厚名 刚才我去 上海找我的仙心 仙心就带我去杭州那附近去看鱼肉 那里面有一个鱼肉 没有鱼肉的老鸡娘就跟我说 她说 小姐小姐 她的鱼肉有语调 小姐小姐 你生病了 我们就说 心里想说 这个做生理人怎么吃 娘 骨髓 人哪有你说 客户生病了 我说没有啊 我很健康 她说没有 你生病了 你一定生病了 我跟你打赌 你一定生病了 我心里想说 哪有人做生理的这些 就感觉怪怪 我说你说我生什么病 她说你回去检查一下 你跟甲状腺一定有关 我心里想说 你还会做医生呢 我说 好啦 好啦 她说我跟你讲 我讲真的喔 要不然你买 我以前买两个鱼肉 她说 要不然你买这个两个鱼 我不跟你算钱 你回去检查如果没有病 你回来我退你钱 我送你这样子 我心里想说 我们就很好睡啊 因为甲状腺炎抗净有一个症状 就是睡几天 整天一直睡 所以我们就想说 很好睡啊 哪有什么生病 又变苗条 身体大股也不好嘛 苗条也好啊 回来我就真的想说 不然我来去检查看看 结果检查真的 甲状腺炎抗净 很严重的 我也严重 严重到我第一个去检查 医生就叫我留下来开刀 我孩子还小了 家里有老婆老母 还有爸爸 还有大家大胆要照顾 三个孩子哪有可能 我说不可能 那医生有给你出院 她说不可以不可以 你这随时都会发生意外 所以你不可以 你一定要马上住院开刀 我说不可以啦 我在检查 但是我家的人都没交代 我留在这里 家的人都会怕到 医生也没有你走 他说你要走很简单 寻一场切结书 我医生才没有责任 不然你出去发生事情 我有责任 我们买到 我们不知道那就是很严重 因为我那时候 心跳一百八十几下 随时都会休克 可是我没有感觉 就真的 医生跟一些切结书 我们的切结书 本能怎样 这些给他 回来 我就开始不愉快 睡一整天 睡到我们的大冬 他觉得你怪怪 整天睡一睡一睡 晚上是这样 就 靠近的跟我先生说 你母亲很厉害 睡一整天 睡一整天 刚才原封老师 跟我们现在原济老师 两个 刚才去我们先生的公司去看公司 改好后的形态了 我们先生就跟这两个老师说 我母亲现在这样子 老伙子都有一个意见 原济法师他就说 啊 不对 你母亲一定会打扁 他说 他上面还不愉快 他不愉快 也说他打扁 因为我 我吃状态抗症 叫他先看回来 我没有家庭 人家说 我想跟他说 他们的烦恼 所以我常常 我常常 都很好啊 会吃会睡 又散了 就不错了 我没有家庭 所以家人不知道 我对这个状态抗症 所以原济老师 就跟这个文先生说 你太太一定是 假装先抗症 文先生说 没了 没听他说 他说真的 不要紧 我回来 拿一些东西 他就好了 他回来 这件 他说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文先生也不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 原济老师 很好心 他真的回来 台湾后 他真的去滚一锅 刺跌顺 滚鸡 这些都做出传来 专闻治疗 甲状腺抗症 来用的 那个锅子 滚一锅 脚电源跟他说 我滚一锅 汤要让你喝 我说 这个孙兄 因为他那时候 他也不是法师 他那时候 他还不是法师 还没有成功 我说 这个孙兄 怎么这么好 滚一锅 汤要让我喝 我说 什么事情 他说你一锅 他喝一喝 三天里面 他吃完 鸡胎 鸡胎 汤都喝完 你应该会睡我 我说 什么会睡我 他说 你不是脂肪健康症吗 我当时怕到 我都没人说 你怎么可以 他说 他说 你要听我话 这锅你要吃好完 吃完跟他说 我还滚第二锅 我就真的 我就想说 人家就滚好了 我就很认真 真的 三天里面 那锅 十人睡的锅 吃好完 吃完 吃完 他说 他说 你妈想去以前 那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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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不能 那锅 专制 我到处段 那锅 cin 哈哈 这锅 红orem 红世兄 我到了 走完 他说 他说 你妈先去以前 看 eyesight 她要一 veces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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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先去抽 我就想 那锅 没差 那几天去抽 抽完就要再隔周 再看报告 因为我一周要去抽一回 因为很严重 所以医生要求我 每个礼拜都要去抽血检查 看那指数 去抽完 他的指数从很高 马上降一半 吃一茶而已 马上降一半 在这之前之间 其实我吃那个药是有 我吃那个甲状腺抗净的药 是有副作用 很强的副作用 就是我会全身抽筋 抽到连眼睛都会抽 头皮都会抽 不是抽脚 头皮也会抽 眼睛也会抽 这个脸都会抽 整个都举起来这样 抽筋了很厉害 这副作用 有去换药 换了药之后 我脚不走 所以现在很多孙小师姐都感觉 我怎么年纪看起来不太老 可是我走路 脚不太顺 就是因为那时候 吃那个药之后 我去上桌腿 它里面关节结晶 所以你走路的时候 会感觉里面有一个东西 点会疼 所以我走路都要念脸 才不会摩擦那么痛 所以很多人看你背楼梯都说 你就看起来没几下 背楼梯背楼梯 那是因为那时候就吃那个药去影响到 所以当原济老师把这个 这个七夕顺滚给我吃之后 我就去脱第二锅 它也很好 它又要滚第二锅吃 第二锅吃完之后 我又再去抽血 隔一周再去检查 我的指数从很高降到已经快标准值 那时候已经过完中秋了 没有孙子 我们去这个孙子 它的生长期是五日多开始 一直到中秋这中间有 过去之后就没有了 出来的孙子就没有水了 很苦 你不知道吃了 所以就没有了 所以没有了我就只能等 等隔年 这中间我就开始没有 因为我吃那个西药副作用很大 所以我那个水药我就没吃 没吃就像只吃那两锅要怎样 带到身体怎样 身体也没说差很多 就是同样慢慢回复 这个现在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 我有42公斤到现在 最瘦那时候3到42公斤 就是整个暴瘦 到隔年 隔年才有孙子 要怎样 那时候我就跟袁峰老师说 我说我跟隔年才有孙子 要怎样 袁峰老师说 不要紧 我带你来找师傅 带我去台湾市找师傅 找师傅的时候 要让师傅来领导嘛 师傅看到我说 哎呦 你怎么会这样三脾巴 饭要吃啦 没吃不行 没吃没烂 那时候眼睛已经凸凸了 凸凸了 已经凸了 其实我现在眼睛还是有点凸 因为说不回去了 师傅说 哇 似乎像千里眼的眼睛吐吐吐 那时候我们女儿子 老师来说我们 这样变败了 要怎样 阿师傅说 不要紧 不要紧 会好啦 会好啦 那时候师傅就开始帮我领导 这前后 师傅帮我领导六次 一直跟隔年 孙子 来 我又继续吃了 这样 中华 有一次 供修 回到社会时供修的时候 我就 当时师傅 师傅又要领导 我就很服气了 我跟师傅说 师傅 这个 七哲孙 鸡鸡咖吃 我的子宿比较像 那就是 食物嘛 一个孙子 跟一只鸡鸡 这样下去 是怎样我的便宜好 我吃那些鸡鸡 怎样不好 而且 医生跟我说 我没有手术会死 师傅就跟我说 人都会死 你要早死 还是万死 我说 当然我也要万死 因为万死你就继续吃 吃整年了你就好了 我就觉得很好奇 师傅 为什么吃这个孙子有好 为什么吃水油不好 我会这么多副作用这么多 他说 草鸡 会嫌到人 所以你不能看到 那些植物 没对 他很厉害 他就是要针对你的 病症 然后去对症下药 他告诉我 你要人真吃 后孙子 你要人真吃 二三年你就好了 二三年你就好了 你要 把这个妙法传出去 以前我又不是工师 我一直在那里躺 视讯班而已 刚开始躺 我说 要怎么传 他说 你就把他躺在布 后面前就把他躺在布 我就回来 把他寫 一个 类似的单子 就是这样 只要有任何人 来 订阅这种事情 让我知道 我就快把那张给他 开始 很多都帮助到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的甲状腺抗菌 都是维持在正常值 里面 所以我很感恩 很感恩 舒服 因为一个 一丁 鸡膝 和七夕筍 把我比前比 好 对四十二公斤 现在 要算完完 现在水水 算完完 美美的 对 请教 刚才你说的七夕筍跟鸡膝 是 七夕筍差不多要多多 还有鸡膝要多多 这两个是用煮的 还是用滚的 要煮多久 还是要滚多久 这舒服 那时候有说 就是说 七夕筍这种东西 因为有一个时间 你要保存困难 因为就是你坐 一直跟中枝接着有 你如果要吃 你 鸡膝就没有了 所以 你会知道 你五日坐 以后孙子开始发了 我们把它戳下来 戳下来 戳下来 戳下来不是一般的戳 外面买卜 一定要去外 去增加 有人乘的地方 把他抖 或是买 他的鸡膝 他的鸡膝有生气 有生气 那孙子本身 摸摸 摸摸 有一个气 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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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戳下来 你戳下来 你可以戳 摸摸 含摸 下去滚 滚 或是把摸摸摸 身上滚 用大钢水滚起来 冷 冷后我们孙子 含那些水 做一次包起来 放在冷藏 放在冷藏 放在半年 不好 这样孙子 我们可以继续吃 不好 要吃的时候 孙子处出来 我们就切片 1片 差不多0.2公分 薄薄就好了 切切之后 摆到10人 10人份的电锅 你把电锅 是不是一架一架 有十架 孙子差不多摆两架 两架管 我们不要亂摸摸摸摸摸 它的管阶 有空隙 摆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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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双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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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它會燉比較久 會燉比較久 你就拿著燉 燉起來 燉一邊起來 不夠 你總會這個動作要燉兩邊至三邊 燉到那個肩膀很爛 很爛 這樣就可以吃了 因為它 需要考驗 所以很多人吃不下去 你也可以穿一點點鹽 不可以穿味噌 這有師傅特別教材 不可以穿味噌 鹽穿一點點也不可以穿太多 因為我們吃妝性抗凈的人 那些點不能吃太多 所以那個鹽不可以穿味噌 你就可以這樣吃 一鍋可以做飯吃 三個吃都沒關係 一鍋最好 乾粗糙很嚴重 我們就一鍋兩天三天吃得完 孫仔糙去坐我們就每天吃 最好 如果沒有 或是做保養 我們就不用那樣吃一鍋 一禮拜吃一鍋就好了 兩禮拜吃一鍋就好了 那是買雞 夾好了就行了 這 大家有需要 我們如果親戚朋友 中淨頭的人有需要 這個油烘的配方 食物療法的配方 可以跟我說 我腳底下滷在桌上 我就把這個煮給你 是 是 所以說 我們如果親盆好友 就好像 剛才說 這個吃妝線抗凈 要怎麼處理 我們會來找圓圓蔣蔣師 他會這樣上次來教我們怎麼煮 這是你本身 是 是 然後我們家裡 那孩子 感覺說 住在什麼狀況 一樣來請 做圓圓 讓我們的子女呢 有 有 其實我三個孩子 在特殊中間 那時候我已經 進來我們做問了 因為在特殊中間 都有很多問題 問題比較大的是 我這個第二女孩 這個第二女孩 他去讀大學的時候 他大學是海洋大學 海洋大學是一個比較久的學校 比較久的學校就是 他還挖海旁邊 所以牆壁都在潮濕 所以牆壁都有避癌 台學他們的宿舍就是上下瀑 上下瀑 我這個女孩剛睡在上瀑 上瀑 上瀑 他距離天花板就很近 因為潮濕 天花板都避癌 小孩每個都做噩夢 發高燒 頭上發高燒 小孩都想說他是感冒 所以都吃 鐵燒藥 鐵燒藥直接下去 他就拿下去 還要補四五點 他就走上來 還沒時間都睡不著 這樣 月期差不多一兩禮拜 小孩撞不住 他精神不好 腳掌要回去跟我說 哇 這樣嚴重 因為我小孩 他們去學校 我都給他們七寶七寶 我們都做收團的七寶 我都給他們帶他們辛苦的 那時候人在學校 我沒辦法馬上過去看 我說你把七寶泡洗一洗 宿舍不能用力打 不能用打火機 小孩就沒辦法 因為小孩也沒辦法 是學校淨煙 所以沒人有力打 所以沒辦法去看七寶的平安符 那怎麼辦 對 怎麼辦 對 小孩煩惱到我說 沒有 我們把七寶放在辛苦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 叔父有開始 叫平安符的方法 平安符就可以放在浸泡膠 我想說不 不然我們在裡面有平安符 不然我們來秀 放在辛苦的 我跟同學說 你要睡的時候 你把七寶整包 帶口打開 讓通緝一下 你通緝之後 你就放在辛苦的 來睡 他就去洗 放在他的衣服 來睡 那妹很奇怪 沒發燒 也沒做噩夢 一明天更天更 雞蛋上起來 他不記得七寶 就背起來 七寶落下去 他說怎麼七寶 也不記得七寶 他不記得七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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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把他拿起來 收起來 收起來 雞蛋上這枚 他就沒放了 哇他又發燒 他又做噩夢 第三天 你如果沒看電話 自己就放了 他就趕快放下去 放下去 放下去 那枚又好好了 也沒發燒 他一直回家 因為休息兩次回來一次 休息回家 我用七寶給他洗 洗洗 我說這樣 我說你有叫學校 跟天花瓣 天花瓣 學校一學期 用一次而已 所以沒辦法 沒辦法要怎樣 你總不能每天都拿七寶 我會想 不對 我家做印刷 做印刷 我們有很多大小的貼紙 大小小的貼紙 大小的貼紙 我說 你拿一根 你把天花瓣打起來 把閉上的地方 用貼紙 整個面 白色 整面都是束白的 整面都把它貼起來 小孩想說 學校沒通過 我說你到學期結束 你再拿下來就好了 閉上的也都是閉上的 沒差 我說你把它打起來 他就回去把閉上的 把它打起來 打起來 就很奇妙 他就沒有再發燒了 也沒再做噩夢 就這樣一學期 他再來每天睡都拿這包 他打好之後 同樣又有用這包帶著睡嗎 沒有 他就沒有 他就沒有用 他現在太太的就把它放著 放著兩天 太太的就放著 這樣而已 他沒有每天拿 他一直到學期末 就都平順 要替棒 因為學期都要替棒一次 他才把那個拼紙拿 好好的 他重新遊期 也很幸運 我回來就交代 我說你要念經 請讓你後期 跳到學期的時候 跳那個宿舍 可以跳到一間就好了 那後期真的跳到一間就 沒必要了 就去兵順 所以 三個孩子裡面 這個惡女兒 他就是用這個氣寶 來化解他在那裡 的問題 還有另外 女兒也是還有其他的問題 講師 你先給我們介紹一下 什麼是七寶 七寶 我們都做事 就是因為 很多人都不剛出門 會回到不好的東西 回來就會發燒 也會不兵送 所以書開始 我們裡面有三個平安符 每一包七寶裡面 都有一張說明書 我們都會做一張說明書 在書明書裡面 他會教你怎麼用 譬如說 他裡面有 火柴棒或冬菜棒 麻草 西亞芯 米 鹽 每一間都有七 或七雞 和平安符三張 這三張 做下去滑 沾營養水 一杯燒水 一杯冷水 做下去 我們裡面 使用方法要黏 要黏一些作用 我就不方便在這裡黏 你們 有需要的人 都可以回到生活時 來刷 醫藥社 那裡有很多 你都可以來刷 裡面來使用 平常是 我都建議我的學員 一定家裡一定 要有十包 都沒有 因為這十包是什麼 有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放用 所以我們裡面也有很多 案例是 使用七宝 讓小孩大小 平安沒什麼 的案例 所以這是很衰新的東西 觀眾朋友 大家有需要 都可以回到生活時 來請領 都可以 是 我們這個七宝 其實不是只有 仙佛寺可以請到而已 我們各分市道場 教室也都有準備 如果你有需要 我們各分市道場 教室都可以取得 或是說你真的 又不方便的話 腳點會 來援援講師 如果做道場 他幫你走 對 我們絕對做得很好 對 非常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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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援援講師做這麼好的分享 謝謝 感謝你 當然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祝福大家健康快樂 無量收命地省 歐閃樂祖 陳山寺 霞宇 都可以 彼此 全都可以 隨時 照片 bull人靠 這別isations 無從 天 千千老 為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